同学们好,这里是有间学堂公益迷你学术讲座,我们会通过一系列视频来给大家科普,指考日本大学院时所需要的各种基础理论知识。 今天,我们会展开关于表象文化论、美学艺术学以及美术史学的基础介绍。 表象文化论作为一个学术论被讨论,而非作为表象文化学被看待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其本身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已经被体系化的学科。 因此我们一般不会称之为表象文化学。 在日本,表象文化论研究也是一个极为年轻的研究领域。 最早,于1987年,东京大学教养学部首个设立了该研究领域分科,之后才在日本的其他大学中逐渐发展开。 而对应的日本表象文化论学会则是在2005年成立。 按照日本表象文化论学会的说法,该学会是随着世界范围内,社会的动荡发展,文化状况也正在加速多样化和流动化,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诞生的。 表象文化论是从表象的分析角度出发,以文化现象为整体,进行批判性研究的学术探讨。 该领域以艺术学为核心,同时涉及思想、文学、漫画、动画、游戏等所谓的亚文化,以及性别、性取向、研究等广泛领域,以跨学科的方式进行研究。 此外,今年该领域内也积极探讨着艺术管理、文化政策,甚至艺术作品、制作等实践性问题。 由此可以看出,表象文化论作为一个较为年轻的学科,虽然在积极拓展新的探讨领域和形式,但是很大一部分的内容还是依托于美学艺术学以及美术史的研究基础之上的。 另一方面,作为涵盖的历史跨度极为广泛的美学,在实际的入学考试中,更多的可能是考察对于美学史的理解。 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了各个时期的具体思想和内容,比如柏拉图、康德、黑格尔之类。 相较于艺术史,虽然两者都聚焦于艺术,但是两者之间还是有着不少的区别。 简单来说,我们可以把美学理解为哲学理论中的一个偏向艺术的分支。 在该领域里,更多是在讨论美,或者说是在讨论自己的感性认识。 更具相细来说,例如在东京大学,美学是下属于思想文化学科,它的临近学科包括了哲学、宗教学之类,而美术史则下属于形象文化学科。 它的临近学科包括了考古学等。 当然,在实际的学术活动中,美学研究里,像近代美学、现代美术分析美学等,其中有些部分也是涉及美术史学的,像近代西洋美术史之类。 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两个专业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此外,因为美学偏向于哲学,对语言是有一定要求的。 所以如果说本身对各小与种感兴趣的同学,即使选择美学也是非常能够发挥优势的。 而表向文化论研究室则隶属于综合文化研究科下的超域文化研究科。 与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等研究领域相互提携,对于超过国家和社会等概念的全球化文化现象进行跨领域的研究。 而所属于该研究室的教授们的领域也是各种各样。 但不难发现的是,在教授阵容中,大部分的教授的研究领域还是与美学思想理论有着深刻的关系。 虽然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学科,但我们也可以说表向文化论研究是将美学研究的诸多成果作为工具,尝试去做更多样研究的一个地方。 因此,对于决定学习表向文化的同学来说,一定程度的美学思想基础学习是非常有必要的。 当然,另一方面,美学研究范围也不是很多人想象中那么传统,反而可以说是非常广泛的。 例如,在东京大学的美学研究室中,有传统的纯粹研究哲学的,也有传统艺术领域的,比如音乐、舞蹈、绘画、电影,还有一类,比如科幻小说、恐怖电影。 其实,这些都可以归属于美学的研究对象。 比如小说电影里的真实,我们是如何去理解感受的? 我们明知道它是虚构的,但还是会对它产生感情反应。 像恐怖电影,我们会惧怕,但同时我们非常清楚知道它是假的,我们为什么会去惧怕虚假的东西? 人类的这种感性反应认识都可以成为美学的研究内容。 有奸学堂的表象文化的辅导设立已久,是最早开设辅导该领域方向的私塾。 在即任职的表象文化的老师,从传统思想研究到大众流行文化,从传统艺术作品到近现代多样的艺术形式,涵盖了诸多研究课题。 如果计划报考相关专业的大学院的话,相信有奸学堂一定能成为您的奸实助力。 如果大家有其他想看的学科或内容,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有奸学堂,给我们留言。 或者加入我们的小红书群聊,留下你的声音,我们将努力更新更多学术讲座视频。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收藏保存,祝大家在考学之路上一帆风顺。